这家未处温泉源头区的温泉酒店 侧门走出去就是紧邻着汤维沟公园 游客正享受汤维沟公园免费的泡脚池 由于这里是礁溪温泉的源头 所以温泉的水温相当高 也让游客感受到最纯的温泉 而这家温泉酒店也将所在地取得的温泉 来送往美国贝塔实验室来检验 结果验证获得了西元前23740年的温泉 堪称是最纯的万年源头汤 万年源头汤请先排 它的实验室它是透过碳石室 碳石室它有一个成分的分析 一般在检验年份 碳石室是比较为一般大众所知道的一个测试的方法 我们取得的数据大概在23000多年前的一个水年份 是不是礁溪唯一的 这是礁溪唯一也是 目前是第一也是唯一 我们都知道礁溪湘它最有名的就是温泉 然后我们的灶梅酒店又刚好有那个万年汤 所以真的是非常的特别 其实我们礁溪商近年都一直在办理相当多的活动 像我们9月19、9月20有热气球嘉年华活动 10月1号有百年的半当中秋 12月5号呢还有我们的温泉马拉松 其实这些活动呢都是想要吸引更多的游乐来到我们礁溪 礁溪为少见的沉积岩区温泉 泉水经过历史过滤特别的纯净 而礁溪温泉在平原区来涌出 也形成难得的平地温泉 为碳酸氢钠泉无色无味 泡起来皮肤相当的光滑 具有美人汤汁美名 而这家开业两年的温泉酒店 这次将温泉来松厌 堪称是全国第一家获得万年源头汤的认证 也间接验证了礁溪温泉的源头温泉 已经具有万年以上的年代 宜蘭新闻记者石世民采访报导